好,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做这个模拟 那我们先从前面的这个直线运动开始 那我们要让直线转弯呢 就是要有加速度的影响出现 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让它做一个自由落底 所以加速度就先让它往下 东西先让它往上抛好了 那出使位置让它再稍微下面一点点 当然现在呢,没有改变是因为怎样呢 我们的加速度还没有把它放上去 所以呢,我们先速度影响位置 然后呢,加速度呢,就会影响这个什么呢 速度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愤怒鸟的一个轨迹 那我们这里稍微调小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自由落底的情况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做复杂一点点 这一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呢,让怎样 我们要让我们的加速度呢 也一直在改变 好,所以我们透过这个SET的 这个下那样的SET呢 我们就可以去调整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调整成什么呢 200,就减掉它的那个一开始的位置 200,200是用它的整个画面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就,我们会去随着这画面中心点的位置 跟画面中心点这个差来调整这个向量 好,不过一开始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发觉这个太大了 所以后来我再用MLT这个东西呢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好,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好,那我们可以去改一下这个东西呢 看一下不同初始值 它的一个影响 对,改一下这个 好,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椭圆的这个轨迹 好,那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让它变成万有引力 距离平方成反比 那这边要怎么改 就让大家来思考一下 我们就够到了 好的,好了